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是在报道行政数日法人民公司务所 今天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酒粒贩卖许可的一些事情 酒粒贩卖许可中 有一个是通信贩卖酒粒零售业的许可 那么这个许可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我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通信贩卖 所谓通信贩卖指的是 你在网上公布你的产品的信息 它的价格 然后通过邮寄或者电话的方式 接受订单 然后这样的一个贩卖形式 被称之为通信贩卖 那如果你用这个形式来贩卖酒类的话呢 那我们就称之为 叫通信贩卖酒类零售业许可 原来是这样的 如果想要参加在网上的拍卖 想要卖酒的话 那么这个许可是需要的吗 是这样 如果你在网上拍卖的话呢 如果这个酒是你打算买来自己喝 或者是说这个酒 你就从别人那里得到的礼物 然后你自己又不想要的话呢 那你拍卖这个酒是不需要许可的 明白了 那么谢谢大家的关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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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